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今本四三三页第二行开始,我先念几句,各位对照一下。 我们从这开始。 这个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看这个吉松,这部《妙法灵化经》,原来呢是修木鲁师大师翻译的。 他翻译的时候啊,只有长行文,没有吉松。 到后来,那位这个,一位在这个,是隋朝一个时候啊, 师,师那剧都,他翻译的,有这个吉松。 那么他翻译就有吉松。 到后来呢,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有单行本印出来,流通。 就这个音乐,后来就把这个吉松啊,也把它,这个,夹在九木鲁师大师这个,长行文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研究这个吉松啊。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研究这个普门品的吉松啊。 那个编 Have aOC. 就是我这么说,那位 Göme Japanese, die a形文章指edly on took place. 是那位奢译是大师益的,是那位施弄桑也都,那位大师益出來的。 那位齐 zero institute. 那位,只能 noisy expert tell their name. 整个口中间连起来的女儿 鼻是鼻语的鼻 称就是城墙 都称的称 他呢 根据英国的 英国的一个学者 这个 好像这个都印出来 后面各位看就知道了 柯尔恩 这位修哲师依照梵文 一层英文本子 在他梵文 一层英文本子的话 有 这个 多了这个七手 七松 那就是我们现在研究这个 这个七松啊 后来 女别人就是 那么发现呢 英国学者 有梵文一层的啊 还有多了 有七十松 这七十松呢 学路老人 当初讲普门品的时候啊 那时候已经有人呢 把这个 这个七十松啊 送给老师 老师 老师看来是 不错 很好啊 但是啊 没有 老师讲 他不敢 啊 夹在这个金本的后边 那时候是啊 房啊 他啊 那时也只是啊 倒不宴 当时也只是 啊 恩 也只是啊 印出来了 呃 另外用 额 哎 éri 这个这个 这个 领ent出来 晕出来 那时我记得老师印出来是用幽默,用幽影的印出来了 那一份呢,后来我夹在笔记本里面呢,后来也找不到 现在呢,这个我们连社里呢,把这个找到了,找到之后用这个印出来了 大家知道这个,这个音乐就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看这个,这个吉松了 吉松啊,前面有长行,长行这两个字,那个行都行 如果是有加个文字的话,过去写的老人家就叫长行文 我们就知道他老人家过去这样念法,这个念 这个,这个,长行文之后有吉松啊,它有几个作用的 第一,吉松它的字句有一定的,有的是四个字,有的是五个字,或者还是六个字,七个字等等 那么,那么字句有一定的,一般的讲,四句啊,是一首 那么四句一首,念起来啊,很容易记得 这是一个意思 所以呢,佛在讲经你把那个长行文讲完之后啊 后面再讲的吉松啊,为的就是,有一些 佛在讲经,讲那个长行文讲的时候啊 有的听众啊,为的事情忙,没有及时赶上 后来的,也许啊,也许啊,这部经呢,讲了一部分了 那么他这个听众才来 前面没有听到,后面听这个,吉松啊,可以等于把前面也听到了 所以这个,吉松里边呢,有这个,跟经文相合的,有 还有这个,经文里面没有的,叫姑吉松 姑吉松就是,古道前面的这个,唐行文的不足 所以我们研究,吉松的时候啊,听学工分析这几种啊 我们知道,吉松有吉松的啊,这个,这个功用的 吉松第一首开始就说 师尊妙相与佛,我尽重问比 这是无尽一菩萨来问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 先赞叹佛 这个师尊呢,这个师尊呢,就是赞叹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就是称呼师尊啊 妙相举,妙相啊 那,可以说就是,简单来讲,是三十二相啊 三十二相,详细来讲,妙相那是万德庄严呢 那,那就是说都说不清的 这里之下这个妙相举,举是举一杯 那么用二相来做个代表 实际上是这个,就拿这个三十二相来讲嘛 还有八十种随行好 详细讲的话,何止三十二相,何止八十随行好啊 读得很啊,这里只,用妙相来说的,居士具备了 先,这样,赞叹释迦牟尼佛 我今从问彼,我今以菩萨说,我现在啊,从再来问彼 问彼就是问光世音菩萨,到这个释迦来,救苦救纳,有求必应 这些,这些,教化众生的啊,这些事情 这就照应前面,我就重问啊 重问在前面,唐音文里面讲 那么,五千亿菩萨就问啊,我释迦牟尼佛了 观世音菩萨,以后音乐由于苏婆世界 这是前面问过啦 观世音菩萨,以什么音乐由这个苏婆世界,是前面问的 所以现在呢,他是重问,一个前面呢,照应过来了 这个下面,具足妙相尊,解答五千亿 佛子后音乐,名为观世音 问这个,问这个,观世音菩萨佛子 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 他呢,以什么音乐,名叫做这个观世音 下面就是,具足妙相尊,解答五千亿 如听观音行,善音诸方所 红世身如海,理解不思义 世音菩萨佛,离解答五千亿 这就是佛来答复五千亿菩萨的问题 具足妙相尊,解答五千亿 具足妙相尊就指的,释迦牟尼佛 就前面一开始 师尊妙相聚 居住妙相聚的释迦牟尼佛师尊 他用节语 就是用节宗 答复无尽一菩萨 这两句呢 是记载经文的 一般讲说这个经家 经家是做记载经文的 他的叙述的这两句话 下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正式答复的言语 他说 如听观音行 善音读方所 你啊 听听观音菩萨这种行 他是善音读方所 观音行是什么的 如听的是什么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先告诉啊 这个如是 虽然是指无尽一菩萨 那 无尽一在这个灵散会上 那很多那些听众啊 那很多那些听众啊 包含在内 那么就是佛 我告诉无尽一菩萨以及临散会上 所有的亲近的大众 你好好听 你好好听 听是什么呢 你听就有功德 听就有功德 听就有功德 修佛大家知道 文 文 诗 修 这个 一文到经 就能开智慧 再根据文的 来研究这个教理 这叫修 然后叫思 思就有开发智慧 再加上修 从文到研究教理 而按照教理去修行 那修行呢 当然更会开智慧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如听啊 如听就说你们好好听 好好听就能开发智慧 三种智慧 文 诗 修 三种智慧 都会开发出来 或是慈悲啊 他希望能够听的人 只要安心 尽尽的好好听 就能开发这三种智慧 观音行 观音行 你听这个观音菩萨 他的 这种行 行是就是来 度化众生啊 观音度化众生 包括身口衣啊 用身体表现 用口来说法 还有呢 用衣 没有任何这个动作 没有任何这个动作 用这个心理 在意识 在意识在那里 来教化 意识怎么教化 过去大概 一般人 很难想象 你现在科学发明了 有那些 这个用那个机器的工具啊 你心里想 心里得可以指挥它 那用意思啊 那用意思啊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指挥啊 那么这个 从这一方面想 我们念观音菩萨 最重要的是感应 感应的时候啊 有时候有形象 有言语 有时候没有啊 没有就是 可以就是 念观音菩萨 这个名 他收了这个 观音菩萨 给他的这个 用处 他收了 自己还不知道的 这就是用三种 就是 观音菩萨 这个观音形 这还是就这个 这个经文的这个 这个 字意来解释 讲到 他这个 他这个 教化的 内在的 这个 这个法来讲啊 那 观音形 它就 包含了 那个 那个 三种 智慧 三种智慧啊 就是 一切 一切之 是 生为 云觉的 智慧 道种子 是菩萨的智慧 一切种子 是佛的智慧 这智慧 这智慧 从范围小 到范围宽 到佛的智慧啊 全部的 这个 大运进智 那么观音形呢 就是 一心三智 它有这三种智慧 这个三种智慧啊 可以 观照 十法界 十法界的 音声 它都能 观照出来 换句话说 十法界 哪一界的 有求于 观世音菩萨 它就来啊 来应 哪里有求 它就来应 所以 观音形 它这个有求 别应啊 一应了之后 那些 一切的这个 苦恼 都消除掉 就是 讲观音形 也了解 它有这样的啊 啊 这个深厚 广大的 功德 这个 善应 都方所 善应啊 足是 读解的 啊 很详细 分析 起来的话 也 不是 短时间 能够讲得 清楚 那么 方便的 讲法 所谓 善应啊 无论 无论在哪一个世界 凡是 由 众生来 求菩萨 的时候 菩萨就是 必然 答应他 诉求 这就是 善应 这个 诸方所啊 诸方所涵盖 一切世界啊 从这里可以想想 观世音波他 有求 比哪里有求 他都去 去 去 照应他 他是有求的 包括 啊 接触苦恼 所要求的 任何的 这个 啊 事情 他都答应 所以 诸方所涵盖 哪个世界有求 他都去答应 红是 深入海 历界 不思一 红是啊 就是 红是 大当 大字讲啊 是 就是 菩萨 在心菩萨道的时候 发的 誓言 红是呢 这种大誓言呢 一般讲 就是 这个 四红誓言 这个 四红誓言呢 不是普通的 就是 到这个佛的境界 那种 四红是红 这约 这个大约是 涵盖无穷的啊 无边的 这是红誓 深入海 这种这个 大的誓言呢 深 如海就像海 那么深啊 比如说我们 现在这个 在地球上这个海拔 一直到现在 你要探测海底 不那么容易啊 最近那个 那个 新闻媒体上有报道了 好像在南极啊 那海上又发现那个 海里的一个 一个世界啊 那个里面是寒藏的 好多东西在里面啊 可见那是海 你要测量是不容易的 这还是讲我们地球上这个小海啊 他这个海是像这个 虚密沙的四周的大海啊 那可不得了的了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红石 深不向那个 那个 那个熊密沙四周的大海 深不可测 那么这个 这个 观世音菩萨在发 这个愿的时候 理解不思一啊 理解 观世音菩萨在 这个 发这个 红石的时候 中间要把这个愿呢 要能够 既然发了这个愿 就要满这个愿啊 经过的时间 那 长久的很呢 所以是 就不思一这个 历劫 劫的时间 那长得不得了的 没办法计算 经过多少结束的 这是一 下面呢 叫 十度千亿佛 法大清净愿啊 这就是 解释上面那个 红石 法愿 这个主动那个 一个是大愿 也是清净愿 大到什么程度 清净到什么程度 这一句要研究 先看上一句 是 度千亿佛 观世音菩萨 到这个苏博世界来 这样度化终生 用言语 用身体表现 以至于用心 在那里度化 这种能力啊 不可思议的啊 神通道理啊 这从哪里来的呢 这从哪里来的呢 十度千亿佛 没怎么说 没怎么说 他的智慧 都是个大愿尽知啊 那都是说不尽的 何况他 何况他十度千亿佛 啊 观世音菩萨 十度千亿佛 就跟这么多的佛 来 清净他 向他 学习 那么这个 这样的话 观世音菩萨所得的智慧 有多少 一尊佛的智慧就是 五穷五金的了 何况千亿佛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啊 也就是 五穷金的 那么这个 发大清净愿啊 所以他这个能够这个大愿 发出来的时候 就能如他的这个愿啊 来 来救 教化众生 大愿 分析起来 可以说是 无穷无尽的了 大愿家这个 清净这个 这两个字 就是我们要 研究观世音菩萨品 要了解了 这个 法这个大愿 这也是清净的 那就是说 那 观世音菩萨前面讲 他这个 那个 有求必应的 来 来 救苦救难 以至于答应 所有众生所要求的事情啊 他 普遍都是实法界 普遍都是实法界 那 那么就是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本身 做了那么多的 救苦救难 救苦救难 以及答应 诉求的 那么多 那么多事情啊 那就是 做事出现的 能够这个 那 不动 真身 真身 真身就是法身 在那不动 他能够啊 有这个 隐身 隐身 便宜一切的世界 便宜所有的众生 那就是说 他在这个 这个 把这个大愿 大愿所求 所 所 救救 的时候啊 他心里 清静静静的 度化就是 好像没有度化 没有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就当我们众生 来 对于 对照的来讲 我们 凡夫众生啊 每做一件 这个 帮助人家的事情 做了一份 那个 那个 善事情 心里就开始 欢喜 哎呀我 我做了一份 善业 造了一份 善业 我有功德 善业 学露道人家的 你这个心里 一动这个 念头啊 就做了枪了 那就不能跟 观世音菩萨 那个清静乐 相比呀 你这个 做一点啥事情呢 心里欢喜 欢喜当然是不错的了 我们也不能否定呢 但是这一欢喜之中啊 就是不清静 有这个可以了解 菩萨的清静乐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对照的来研究的话 就知道 菩萨的清静乐呢 真是不可思议的 诗都千亿佛 这个诗啊 诗就是 必须看见佛 才能说得上诗 没有见佛诗 在哪里诗啊 就是我们估计 在学校里面 或者在私塾里面 跟老师学 你站在老师身边呢 你见到老师才是诗学啊 那光世音末在十度千亿佛 他就见到那么多的佛 那么见佛 就这个普通的讲 见佛 见到哪一尊佛的名 见到哪一尊佛的佛像 都是见佛 为什么呢 文明 不要说 我只是念佛的名字而已啊 面与实 分开了呀 这就不行 文明 就是闻到 那尊佛的本人 经文里面讲 明与照德啦 明与 他的本人呢 是 一体的 文明就是见佛 再看到见的佛像 我们在道场里面 见到释迦牟尼佛 像 见到阿弥陀佛的像 以至于见 那些大菩萨的像 不要认为 我今天是佛像呢 不是真佛在这里啊 那就错了 见到佛像 就是见到真佛 一般都是一样 学佛啊 一个成 一个经 我们到道场里 见到佛像 就是见到真佛在里面 我们对佛这个 恭敬 这个恭敬是 法子 成心的 那么这个 成余经啊 那这个成余经 这个心理 到道场里面来 见到一切佛像 一切菩萨像 就是佛 菩萨在这里 那就见到了 见到真佛 这个文明就是 这个文明就是 也就是见到真佛 平常常常这样见佛 开的智慧有多少 也是不可思议啊 我们看这个 观世音部的 师父 前一会已经很多了 但是 我们老师学功 过去讲过 这个不算多啊 为什么呢 你要这个 这个念诵 佛说 《欧米陀经》 你就知道了 那么 谢公讲 一部《欧米陀经》啊 这部经啊 你就是说 叫那个 有道德的人来讲 所谓有道德的人啊 他就是 登地菩萨圣人了 他来讲五百年啊 也讲不完的 为什么呢 学功就举例子说了 《欧米陀经》讲到后面 六方佛 那个忽念 凡是 这个 听到六方佛的灵 念到他的灵 他就忽念 忽念是 忽念这个 读诵经的人 这个六方佛 每一方佛 每一尊佛 都有那一方的代表 那一方的 恒河沙树的诸佛 这个大家 读了 《欧米陀经》都知道啊 六方佛 每一尊佛在那边呢 他都代表那一方的这个 恒河沙树的佛了 那么 听到六方佛所举的那个 经文里面所讲的六方佛的那个 每一尊佛的名 他们那个 还有那些 跟他这些名字 同样的是佛的 多的小恒河沙 那么我们念 念诵 从《欧米陀经》念到哪里啊 就是 见到那么多的佛 见到那么多的佛了 就是 得到那么多的佛来 忽念我们 就等于我们 试读 六方的恒河沙树诸佛 你想想看 我们试的 每一天呢 要是每天都能够 有时间都能够读 在功课的时候 来读读 《欧米陀经》的话 就试这么多的佛 试了这么多的佛 得到这么多的佛来忽念 想想看 你这个 学 这个 进度法门 那可以说是 所得的这个受用啊 一般讲 不可思议 就真的不可思议的 学路老人 讲到这里啊 就说他自己了 他说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念到六方佛啊 六方佛 经文的叫六方佛 实际是十方佛 代表十方佛 老人家说 我在这个 念诵这部经历史后 念到十方佛啊 六方佛啊 我就想 十方佛 恒和啥那么多佛 我就坐在当中 得着那么多的佛 给我护念 这个重要的 在这里 我可以讲 就是 心 心中 有佛 念到恒和啥时候 那么多佛了 心里就出现 那么多佛 这就是英国 这就是英国 都是讲 诚与精 诚心 所以 学路老人 常常 勉励 我们 修佛的人的 这个 智诚感同 用智诚心 可以感同一切的佛 佛 就在念 念诵 我密度 也念到这个 这个 六方佛 也就是十方佛 以智诚心 与 这个 那 不用 别的 就是 念到精悟 念到哪里 心里 就一照啊 一照的话 那些佛 都在 都在 这个 十方周围 都有啊 上下 老人家说 这就是一个 秘诀 也就是 眼光都是讲 修佛的 秘诀 就在这里 你能见佛 秘诀就在这里 不是普通的 讲啊 我念过去 就念过去了 佛的名字 念过去了 心里 没有一点 那个 在心里 是 可能念出去 心里 一点印象 都没有 那个 那个 那个不是 不是 智诚心的 也不是 恭敬心的 那些 都是想 你念过 你的 口头 滑过去了 滑过去 在心里 一点 那个印象 都没有 那个 没有 所以 老师 把他的 这个 这个经验 告诉我们 他说 人家说 那时候 对 对 听 听听的人 叫做 你们照这样 试试看 你果然 有这样 一试的话 你这个 境界呀 马上 就作弊 境界 怎么马上 作弊呢 我们平常 在世界 跟那个 反复众生 来往 相处 很苦啊 哪个 反复众生 都有 见识活 有 见识活的人 言语 行动啊 自自然然 都会 都会 损害人家 一方面 他 又怕人家 损害他 这个心里 很苦的 我们照老师 这样讲 我们心里 有这么多佛 我们日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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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 所想的 就跟这些人呢 相处 得到他的 护年 你看 你这一位 虽然还是 反复众生啊 那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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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这个 所谱世界 那也 有一般的 反复众生 就不相同 绝不相同的 你的 境界 完全 转过来 当然 到了 这个 世界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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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界 它是 跟着不可思议了 就在 俗普世界 那个境界 就是 就是 朝法如胜了 后面 这一首 我 为 我略说 佛教授 我 给你们 概率地说 文明 即健身 闻到 明 你就见到 这个佛的身 心念不空过啊 重要的 心里的念 都不要空过了 能灭 诸有苦 诸有是 二十五有 就是 三界 三界之内 的一切苦啊 你能够 闻到 明 即健身 心里这个 不要空过了 一文明 一健身的话 心里就有 这个 真实的 佛陀在那里 念佛 真佛学在那里 能灭 二十五有的诸苦 我们今天 就说到这里为止 也